Hello大家好,我是范氏 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段 残酷、黑暗、却又无比真实的故事 14世纪的欧洲 在险峻的阿尔卑斯山道上 一个少女和一个男人骑着马正在赶路 少女的名字叫做利杰 她的父亲是一名当地的领主 因为反抗奥地利的统治而被处死 陪在利杰身边的男人叫做盖尔格 是利杰父亲的侍从骑士 在主人临死前接下命令 保护大小姐到安全的地方 而逃跑的最短路径 便是跨越南面的山脉前往意大利 在艰苦地翻山越岭后 他们终于抵达了山巅的尽头 前方便是自由的安全区 然而一座哨所却挡在了他们的面前 旅馆的老板娘告诉他们 这座哨所的外号叫做狼之口 镇守她的是一个叫沃夫朗的男人 对过关者的检查无比严苛 如果你们没有通行证 还是赶紧回头吧 但盖尔格还是选择了闯关 他决定将大小姐女扮男装成自己的侍从 为此他减去了他秀丽的长发 让他穿上肮脏不堪的侍从服 还在他的脸上涂满了马粪 历节愤愤地道 从这里逃出去后 你可要对我负起责任 望着这个和自己一起长大 轻如兄妹的大小姐 盖尔格久违地露出了笑容 第二天 乔装打扮后的两人再次来到哨所 啊 你们好呀 我是负责检查的官员 名叫沃夫朗 意外的是个看起来很亲切的人啊 那么请问 为什么你们没有通行证呢 寻回休业中的骑士不需要通行证 这是一直以来的惯例 嗯 但惯例毕竟只是惯例 不是法律 而且最近有太多人假扮成寻回休业 害得我不得不 更加严格地审查 这样好了 这位是守卫长布鲁克托 你们较量较量 只要你真的有本事 我就放你过关 布鲁克托的实力果然强大 在鄙视中一度击碎了盖尔格的盾牌 历节忍不住叫出了声 盖尔格先生 不过最终盖尔格还是在保护大小姐的信念加持下击败了对方 这下我们可以通过了吗 哦 当然当然 请原谅我此前的无礼 不过 刚才比赛时您的随从似乎喊了声盖尔格先生听起来就像是 少女的声音 那 那是因为这小鬼还没到变身期 叹乱分子的女儿正在逃亡中 所以能否请您的随从露出胸部 厌明性别呢 啪 啪 啪的一声盖尔格一个巴掌将力竭扇翻在地 并上前猛踹了几脚 大声就要骂着 你个臭娘娘枪竟然这样丢我的脸没用的家伙 希望以此来蒙混过关 但余光扫去 却发现沃夫朗露出了一丝诡诀的笑容 怎么了 你们继续啊 不用在意我们 还是说 你们的戏已经演完了呢 士兵将两人团团包围 盖尔格奋力拼杀 但密集的弩箭刺穿了他的身体 历劫也被士兵请住 撕开了胸前的衣衫 果然他正是叛乱者艾伦斯特的女儿 暴力闯关乃是大罪 所以 盖尔格先生 执行 死刑 今天的狼之口 斩首两人 曝尸城门 没错 这不是一个讲述大叔萝莉披荆斩棘 重获自由的故事 也不是一个讲述反抗侵略正义必胜的故事 我们今天的主角正是这座名为狼之口的哨所和他的残酷镇守者 有请第二组闯关者登场 公元14世纪 奥地利大公国统治了阿尔卑斯山脉附近的自治帮 残酷地镇压着当地的人民 为了反抗入侵者 施维茨 乌里 夏瓦尔登 三个自治州秘密结成了同盟 而这也正是将来大名鼎鼎的瑞士联邦的雏形 为了筹集武器 反抗军需要大量的资金 而眼下就有一笔巨款存放在南方的意大利银行中 只不过要想前往那里 就必须先通过那座名为狼之口的哨所 这个艰巨的任务被交给了约翰娜 组织中最强的女战士 反抗军为她伪造了一份通行证 而她则根据证件上的信息 乔装成了一名50岁的老妇人 伪装非常成功 连旅馆的老板娘都没能第一时间认出这个老朋友 没错 前文提过的阻止二人闯关的旅店老板娘 其实也是反抗军的一员 老板娘称赞了约翰娜的乔装打扮和她对主人的一片痴心 但也嘱咐千万要小心沃夫朗 第二天 约翰娜来到了哨所 望着掉在门口的一具具尸体 她毅然走了进去 检查非常顺利 但到了最后一步时 沃夫朗却突然表示 这份通行证是伪造的 因为真的通行证上会有一个很小的针孔 自知败露的约翰娜猛地冲杀出去 击倒了几名士兵 却还是落入了陷阱之中 沃夫朗这才缓缓地告诉她 刚才说通行证是伪造的 其实是骗她的 真的通行证上也根本就没有什么针孔 这一天 沃夫朗抓到了一对试图偷渡的父子 他决定用一种特殊的刑罚去展示自己的慈悲 父亲的脖子被吊在脚型架上 双脚踩在儿子的肩头 只要儿子能坚持一晚 两人就会被无罪释放 然而 一个孩童的身躯 又如何能承受一个成年人的重量 最终 脚软到再也站不起来的儿子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 活活掉死在自己的眼前 这样的惨剧每天都在发生 也许我们需要一位英雄去终结这一切了 威尔海姆泰尔或许可以做到 他在五年前杀死了奥地利派来的总督 是当地人心中的英雄 这次他准备和儿子瓦尔塔一起偷渡出去 召集境外的反抗军力量 旅店老板娘按照惯例 告诉他狼之口哨所的可怕 泰尔却表示 他不会从哨所直接通过 而会从旁边的雪山上攀越过去 临走前 为了鼓励泰尔的儿子瓦尔塔 老板娘亲吻了他的脸颊 并表示等他回来 会教他一些大人的游戏 立的一手好flag 哨所旁的雪山无愧为天险 纵使精通登山技术的父子两人 也攀爬得小心翼翼 行到一半 他们突然发现 在这峭壁之上竟然也设有岗哨 站岗的士兵发现了他们 前来追杀 危机关头 泰尔用弩箭引发雪崩冲走了士兵 不愧是制造奇迹的英雄 他们又前行了一阵 终于抵达了边境 泰尔难难的道 只要跨越这里 就能集结更多的革命力量 自由终于要来临了 然而 为什么两位不走正门通过呢 沃夫朗早已伏兵于此 密集的弩箭向父子两人射去 泰尔挡在儿子身前 被箭与射伤 重重地摔下了悬崖 此刻支撑他生命的 只剩下记在父子之间的那根绳索 泰尔让儿子切断绳索 一个人快走 但瓦尔塔不愿意丢下父亲 于是泰尔拿出匕首 开始切割自己的绳索 然而为时已晚 追兵已经赶到了 瓦尔塔大喊一声 儿子陪你一块走 父子两人双双跌落深渊 今天的狼之口 没有处刑者 崔黛是一个街头艺人 带着自己的女儿 在意大利卖艺为生 同时 他也是反抗军 在境外的成员之一 这次他接到一个任务 将一份重要的情报 传递给墙内的同志 为此他必须通过那座 名为狼之口的哨所 依靠出卖肉体 他从当地的主教那儿 换来了足够的盘缠 和过境的通行证 在经过长途跋涉 母女两人来到了狼之口 通行证没有问题 行李检查也非常顺利 不过在最后关头 沃夫朗却突然表示 人的身上 有很多地方可以藏东西 请你把衣服脱光 让我们搜身 当然 连私处也需要检查 而且 您的女儿 也不例外 伴随着检查气球的深入 女儿发出了痛苦的叫声 崔黛在一旁 不住地给她打气 加油 一定要挺住 只要撑过这里 我们就能过去了 最终 对母女两人的检查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沃夫朗告诉崔黛 恭喜你们完成了搜身 但是 能过去的 只有你的女儿 崔黛大声质问 这是为什么 沃夫朗微笑着说 身为一个母亲 你宁可让自己的女儿 受此凌辱 也要获得通行资格 我不可能 放你这样的可疑分子通过 崔黛只好告诉女儿 自己一定会想办法过去 但如果天亮时 还没有等到妈妈 就一个人先走 务必要把情报传递进去 当天夜里 崔黛决定从哨所旁 冰冷的湖水中偷渡过去 但游到一半 沃夫朗早已在湖中央 等着她了 宁可和那么小的女儿分开 也要让她进关 说吧 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和叛乱分子有什么关系 就让我们在凉爽的湖水中 开始审讯吧 第二天 在门的另一边 小女孩没能等到妈妈 她含着泪 上路了 旅馆的老板娘发现了她 小女孩告诉老板娘 妈妈让她传递一条消息 山羊已经到齐 大家牧场见 老板娘大吃一惊 这条暗号的意思是 墙外的同胞已经准备就绪 大家战场见 安置好小女孩后 老板娘快步向家中走去 既然战斗即将打响 自己的情报工作 要更加忙碌起来了 想到这里 她的心中不经意暖 我们长久以来的努力 没有白费 反抗力量已经成熟 自由真的不远了 然后老板娘推开了旅馆的大门 原来从小女孩出关起 沃夫朗就一直派人在跟踪她 今天的狼之口 处死 偷渡者一鸣 处死 叛乱分子一鸣 沉门示众 今天讲述的这部作品名叫狼之口 是漫画家九四光九于2009年创作的一部历史漫画 取材自14世纪的瑞士独立战争 几乎所有看过的读者 包括我在内 都被其一开始 站在传统的反派视角上 吊打正派的残酷描写所震惊 但是乍一看如此黑身残的剧情 其中也依然设置了很多充满希望的伏笔 比如第二个故事中 虽然女战士约翰娜死了 但用于取款的印章 其实已经借着老板娘的另一条关系送出了关 第三个故事中 父与子坠落山崖 英雄泰尔死了 但他的儿子瓦尔塔却活着抵达了对岸 而他也在后续的故事中 晋升为真主角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 我们这些能开上帝视角的观众 都知道瑞士在历史上是赢了这场战争的 所以在后续的漫画中 身为战略要地的狼之口要塞 能否打败反抗军的历史卦呢 而他的主人 双手沾满鲜血的沃夫郎 又将迎来一个怎样的结局呢 想知道的话 就赶紧关注一波范士 顺便硬币收藏推荐 三连支持一下 本期收藏过两万 我就继续为大家讲述狼之口 接下来的故事 好的 我们下期见